尼泊尔很多人说它是亚洲最贫穷的股价 但是它的国民幸福指数很高 又有很多人觉得它是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股价基硬 非常不内卷 根据汇率100人币等1800尼泊尔币 所以人币100块钱 究竟可以在尼泊尔买点什么呢 现在吃个早饭 这个店看起来就非常正宗 像是当你老百姓会吃的饭 就是在里面吃 它这还是取静通幽的 环境还是蛮好的 前面这个是厨房 这个是用餐区 然后后面是居民区 还有植被 这地方是蛮宽敞的 用餐体验应该是不错 家人们菜上来了 这玩意实在是太便宜了 点了一个早饭套餐 家人们精简的尼泊尔早餐系列 一个大包子加一杯奶茶 123 123 45678910 外形跟咱们的包子类似 不过它是死面的 并且它还配那个汤呢 尝一下 哎呦 哇靠好甜 这个酱好熟悉啊 像那种泰国的东银公酱 哇 馅料特别足 满满满的都是牛肉馅儿 这家属于这边的家庭小饭店啊 虽然还行嘛 不是很好吃 饭一般 但是风景还可以 可以在这 闲逛走路散步都行 非常悠杂 老板也不会催你去早去结账 这边你吃个早饭吃个半小时四十分钟很正常 就大家就跟它闲聊嘛 这边还有个公寓你看 现代化的公寓 这老板店也不容易啊 这在国内属于是微楼了哈 这就是开店 好的 哈啰 老板 又好多 多少 小来 9500 9500 谢谢 谢谢 吃完饭啊 给你们看看牛逼的 这是我来牛逼而已啊 我觉得是最牛逼的东西了 正州宾馆 这麽屌的吗 在加德满都的市中心 开了一家郑州宾馆 这个太屌了 这玩意 郑州hotel 应该是废弃了这个建筑 使用年限太久了 看看加德满都这个房子 很多都是像这样的红砖瓦墙 然后不吐漆了 比较有特色 吃完饭其实也不知道干什么 咱们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走走吧 吃去这儿太闹腾太乱了 这不没事干吗 我在这个当地的烘焙店买个面包 35路比 这像实在 最厚 厚厚一层 嚼着跟馒头似的 比较实在 不虚 这真跟馒头似的 这完全可以三公母饭了 太实在了 一整个大馒头 哎 能不能噎死了 这是得满瓶水 去这小店满瓶水喝 吃放这儿吧 这个 这爱是没有酱油 是 没有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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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在尼泊尔如果日常就拿可乐倒醒掉的话 那你绝对是有钱 不是跟大家吹啊 普通老百天真舍不得 不是说舍不得 就没有那么高的预算来喝可乐 就平均工资的话 这边人差不多每天也就是 六七瓶可乐吧 我去啊 去这个公园要交一百块钱啊 哎呀 就是这个地方啊 我之前路过了 我觉得这条挺好看的 我还想呢 梦一下啊 这边公园还是不错的呀 虽然街道看有点乱 但是公园还是相当好看的 没想到这是付费景区啊 也不是景区 这其实就是个公园 付费公园 用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园 但在这儿属于是比较奢侈了 地方也不是很大 就是从这开始 然后到那边结束 可深圳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公园吧 可这边 有这样的景色 真的属于是奢侈品 不是哪里都有这样的地方的 所以说这个世界 真的是屏幕差距巨大呀 你觉得很平常呢 在别人那可能是奢侈品 你觉得奢侈品呢 这在另外一个人眼里 可能就是很马马虎虎 坐车 打的车啊 这是尼泊尔这边的国民用车 现代的 它这个设计是非常小巧的 我坐在后排啊 基本上是刚好能靠着腿 尼泊尔这边路展啊 所以它车设计的都小 大概比国内小两圈嘛 虽然它小 可是它承载量还可以 像前面的话 坐两个人应该是 司机应该不会反对啊 所以差不多一个车 坐五个人是没什么问题 说到这个车我还得补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消息 也就是说尼泊尔它的车 虽然又小又破 但是巨贵 所以我就问他司机啊 他说他这个车 差不多要人币十万块钱 应该有250%的关税 这么高的关税 一般的国家 那普通群众早就受不了了 但尼泊尔人啊 大部分还是觉得比较幸福的 原因就是这种啊 宗教信仰 他们喜欢向内寻求幸福 也是一件好事 家人呢 我现在到哪儿 你们能猜出来吗 就是这个 大名鼎鼎的烧市庙 这边就在焚烧市场 然后这条河 就直通恒河 同样的就是把他们的骨灰 撒到河里 然后坐着这条河流 直通恒河 这边不知道干啥了呢 我去了 这条河现在真脏 这个河现在也有点太干净 有卫生了 黑的已经是墨浴色了 然后这条河还要流去那个印度的恒河 到恒河之后 那个指数又上升几个层级 如果有时现在赶在这喝一口口水 我给他点赞 确实太牛逼了 看看这个水啊 这个水已经近看已经没什么颜色了 像墨浴色一样 再远远的看 你也看不出来它是脏的 因为已经脏到极限了 脏到极限就是 远远看去太阳光打下成白的 一个很轻的河流 如果是印度教徒啊 他们觉得在恒河边上 焚烧 然后把骨灰撒到那条河流里 它那个流就是顺着恒河 一直到他们的圣地高人波齐 就相当于进入天堂了 这玩意有点太黑了 跟我的鞋一样黑 比我的鞋还黑呢 这条河绝对也能排上 世界最三河前十吧 这个烧市台旁边还布置了位置 可以大家坐下 你看对面有一群老外 觉得挺稀奇的 在那看烧尸上 可能是我看的多吧 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猎奇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 就像天葬土葬 或者把自己尸体抛进大海一样 而且人本来就会死的呀 这是命中注定的 从你初初中就决定了 所以就活着时候就好好活着 把你想做的事做了 至于那死了之后就随便吧 我觉得 哎呀 这烧市帽旁边呀 有挺多这种大神的 不少 前面这有意思啊 前面这有意思啊 Hello boss How much for this? 2p is one plate 哦哦 看还one plate one plate 加入特制的土豆料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啊 谢谢 挺好吃的 没什么特殊味道 就炸这个脆球 在外面跟那个薯片似的 吃剩的汤啊 看起来也比较清澈的 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啊 都是原生态的 这还是蛮好吃的 我又再来一盘啊 确实味道还不错 汤汁也没什么问题啊 买了个雪糕 花了60块钱 这边雪糕也属于是奢侈品了 最贵 就是一种小推车的雪糕哈 这雪糕不便宜 在泥巴尔的 而东西也 比较一般嘛 和中国得卖1块钱 隔壁卖3块3 就大家发现没有啊 在泥巴尔的很多 很普通的东西 反而卖的比 咱们中国还贵 比如可乐水高 所以也很无奈哈 这个 越穷的国家东西反而越贵 中午啊 吃一个好一点的快餐吧 这个是尼果尔版的满汉全席啊 好多个菜啊 这是牛肉 这不知道什么米的 土豆 中间这应该是燕麦吧 燕麦店啊 一碗有你们吃这个呢 牛肉啊 牛肉 尝一尝 这是炸牛肉 在尼果尔 牛肉这这么不值钱吗 炸的好天使啊 这些肉 卡吃 大便 其实这搭配还可以 有这个碳水 有酥菜 有这个 油 煎果油嘛 还有肉 还有土豆 金沸碳水 我感觉应该煮的一种 高原影 就有点像 葬煮那种风泡 能量很高 就点分这个炸鸡样 有肉有五 下一个道也不贵 所以盘二十块钱 炸牛肉便宜 炸鸡贵 对你没听错 在尼古尔这 牛肉确实比鸡肉便宜 其实这不是尼古尔这个 本身自己这么特殊 就是在南亚的国家 就是说印度分这种国家 他们很多东西 跟我们尝试相反 就再比这个 比如说在印度 女生要给男生采力 就很反常嘛 牛肉比鸡肉便宜 可能尼古尔这边鸡 它这个没有那个 什么速度生长技术 长得比较慢 成分比较高 那牛肉呢 那周边那些国家 很多印度教 它不吃牛肉 不吃牛 大厅上都问我牛怎么办 对吧 那就出口吧 出口吧 这牛肉是真实在 有个鸟不弄的 牛肉干是吧 崩溃啊 万一不知道你们小蛋太辣了 崩溃啊 大家千万不要吃泥尾尔辣椒 现在太辣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这样是比较爱干净的 像宾馆提供的浴巾毛巾 就是和他人一起共用的 清清澳我是不会用的 正好我住的地方比较高档 他们也必提供这些 所以我还要买一个浴巾 还有一个 买一个毛巾 还有一个洗头稿 没有毛巾用啊 买一个毛巾啊 这个问的老板 老板这个 反正买了一条 这个毛巾是10块钱啊 How much to this one 3 piece 10 rupees 3 piece 10 rupees 6代洗发水是1块钱 哎呀嘛 撕手撕坏一个 粘一手啊 太吓人了 看这个地方像不像我们国内 呃四线乡镇 山城弄了 一个地形地貌 房子也挺香的 哎呀 给大家看看晚上的尼泊尔啊 挺有意思啊 有点的氛围 晚上咱们就吃一个高级料理啊 你看 珠峰牛排餐厅 它一楼是艺术品啊 就是高级餐厅 艺术联名 就是不一样 老板可以吃饭吗 饭 对 OK谢谢 谢谢 哎呀 这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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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这个中文都有了 太高级了 OK 谢谢 哎呀 哎呀这太好了 这么大 It's very big That's smart 我去 这老板确实可以 他直接让我拍后厨了 他对后厨的卫生非常放心 非常有自信 确实比较干净 哦一整块给我切一半了 不错 不错 现场是做的 哦哦 steak steak 是的 OK 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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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牛排 那是全部吗 像鸡蛋 和鸡蛋 其实开始煎了 高级牛排就是不一样了 就是一点点调料就够了 就是刷人 试者 端了 哎 三匹了三匹了 太棒了 这支支冒油啊 支支冒油 这玩意真的是太棒了 这是货真价实的牛排啊 跟那种街头牛排是没法比的 高档五星级扯牛肉 开灶了 看看这个肉啊 这是纯牛肉啊 这鸡蛋 这个牛排好 不吹不肥啊 这比韩木 哦一样 干是手指的还好吃 好甜 吃完才四块钱 你隔身就吃了 翻什么十倍 其实换牛角度想 尼泊尔牛它比澳洲和牛还好 因为你你们知道吗 澳洲和牛 从它一生下 它一辈子可能都关点不能动 一辈子不能动 所以它才脂肪高啊 那尼泊尔牛那整天都在山里闲逛 到处找草吃 身体更好 所以说尼泊尔的牛啊 它营养价值可能还更高呢 OK了家人们 今天的这七百年挑战就到这里了 你们还有什么想看题材 可以在屏幕里面留言 喜欢可以帮我点个赞 点个三连 谢谢拜拜